上周六在台中市金融棒球场 进行第一届企业女子累球联赛的第21场赛事 不过女子累球在国际上有一定的水准 而企业联队的成立 让球员们可以培养经验与实力 未来以2020年的奥运为前进的目标 我们的女子累球 本来在国际上它就已经有相当的水准了 今天会成立我们的企业联队 最主要是因为我们以前的国手 已经有了已经上年纪了 所以我们利用我们的企业联队来以战养仗 来让我们的球员有了经验跟实力 就是要准备进军我们2020年的奥运 这些蓝拔女女已经确定是要进入在奥运里面的项目 希望能借此联队来保持我们选手的实力 当天是逢南投累球日 亚洲累球会长 同时也是副一长叛一拳 特别邀请南投县长林明珍 与立委马文君 前来为球赛开球 而县长也为南投的南投英队勉力打气 期盼球队能够获得佳击 2 1 开球 投资好球 我们南投 南投有南投去年 也是英队代表我们南投县来参加 我们希望我们南投县 南投企业联队能够获得好的成绩 让我们把这个好的成绩带回来 是我们南投县的荣耀 我们南投去年的一切训练各方面的敬畏 长期来随着我们南投去年 我们在这边也要感谢 纯董事长对我们南投段的关怀照顾 让我们这个南投去年 也是我们南投的应对 能够长期的赔信 副一长潘一泉 感谢县长林明珍 与福天福基金会董事长的力临 并为球员们加油打气 尤其是在陈董事长的赞助之下 球队才能顺利的成立及运作 而相信在企业联队的成立之下 累球水准会逐日提升 并拉近与日本等国家的距离 今天由我们林县长 跟我们 加以福天福基金会陈董事长 来跟我们这些拳手 来做慰问 来给他加以 首先要感谢我们 加以我们福天福基金会 我们陈董事长 请你的支持 相信说 我们台湾 如果成立企业联队 可以在我们全国累球的水准 来提高 相信说在 不用几年来 我们跟日本 或是跟更先进的 我们这个国家 累球 可以跟他们 这个基地可以再来挠近 南投英又副一长 叛逸权为领队 曾姓章为总教练 继大女子累球队为主体 队员有多位是奥运 亚运四锦赛的选手 实力相当坚强 进场时也同时带着 普立国中累球队员 象征未来能传承 南投的累球发展 也提升累球水准 民意新闻林家会 台中采访报导